鬼祁5特别版将在PS5以及Xbox Series主机发售当天就登陆以上平台 爱金在正式发售前就已经在PS5上体验了一下这款游戏 现在就让我们给你深入解说一下吧 在特别版中 系列游戏的支柱维杰尔将作为新增的可操作角色 游戏内还新增了难度更高的传奇黑暗骑士模式 以及一个游戏1.2倍速运行的高速模式 此外游戏在PS5以及Xbox Series X还能开启光线追踪效果 或最高120fps的帧率 选择威杰尔可以让你以弹钉的轮生兄弟和速迪的身份 来游玩游戏的主线剧情以及血弓模式 制作组在威杰尔的身上加入了忍者和武士的动作元素 这也就使得他和其他角色有不同的游戏风格 忍者般敏捷的动作可以让威杰尔使用传送来缩短和敌人的距离 他还可以使用幻影键来发出一系列高速的远程攻击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忍者所使用的飞镖和苦无 还有重生幽灵能力可以召唤出另外一个模仿维杰尔动作的角色 武士元素在他身上也得以展现 维杰尔的武器就是他标志性的那把研磨刀 还有他的技能次元斩 应该都是系列玩家相当熟悉的内容了 这使得维杰尔可以对一定范围内的敌人使出这招酷炫的斩杀技能 维杰尔这个角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专注槽 他可以通过精确的闪避和攻击来进行填充 这个计量槽有三个等级 等级越高你就可以使出越强力的攻击 这就鼓励了玩家们练出更精湛的操作 因为准确的判断和行动可以更快的填充专注槽 同时还能让维杰尔一次性击倒多个敌人 玩家选择维杰尔的时候 游戏不会添加新的故事内容或者是特殊的敌人类型 相反 是维杰尔被添加到现有的故事模式以及血弓模式中去的 但是游戏中的一些过场动画以维杰尔的视角进行了重置 这里要夸一下制作组 我同时还尝试了一下新增的传奇黑暗骑士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场景内的敌人数目会增多 数量大概是其他难度的4-5倍 这大概会让玩家体验到什么是被敌人淹没的感觉 而大量敌人的出现也使得关卡充满了新鲜感 游玩起来的感觉也相当奇妙 别人模型数目变多的情况下 我试完的过程中也没有遇到卡顿 这属实让人感到佩服 接着我还尝试了高速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游戏会以1.2倍速运行 在操作弹钉时 我觉得更高的速度使游戏更加令人兴奋 这应该是一个专为硬核玩家设计的游戏模式 但我发现这个模式其实也不难上手 卡普空的一位发言人告诉我 开发团队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平衡各项操作的精度 这样任何人都能愉快地体验这个模式了 高速模式甚至还可以和传奇黑暗骑士模式相结合 这就使得整个游戏变得更苦炫了 各项技能以及特殊操作可以一次性连续地使用在一大群敌人身上 风格评级也会随着节奏的增快而提高 这也就给了各位玩家一种更加刺激的感受 据卡普空所言 这两个模式的默认帧率都是60fps 虽然我现在无法证明这点是否属实 但我感觉在这些模式下 甚至两种模式组合在一起时 游戏的帧率是相当稳定的 鬼系无特别版甚至还针对次世代主机的硬件进行了画质优化 当光线追踪选项开启后 主角模型能倒映在水坑和窗户中 除了这种不必多说的例子 还有一些小细节 比如光线透过缝隙照进室内 一些碎玻璃表面的倒映 都给游戏添加了一份沉浸感 虽然游戏标准的目标阵率4K分辨率下达到60fps 但当你开启光线追踪效果后 你只能从高分辨率4K30fps和更高震率的1080p60fps两者之间选择 光线追踪效果不支持在高速模式 传奇黑暗极致模式 以及120fps高震率模式下开启 在用拥有着全新DualSense手柄的PS5主机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触觉反馈确实要比在DualShock 4手柄上的感受更细腻 但我个人没有感觉到对体验有太大影响 不过自适应扳机键的效果就相当不错 但我与尼鲁游玩时 我能感受到L2键以及EX主量条的协同作用 或者是在开箱时我能感受到那种阻力 游戏的加载时间也得到了大幅缩短 切换模式或者是更改其他选项 也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在玩原版鬼器5的时候 我并没有发现游戏有这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但在玩过鬼器5特别版后 我发现我可能要重新审视一下原作了 随着维杰以及新模式的加入 还有一些针对次世代的改进 都使得鬼器5的愉悦体验能更上一层楼 虽然特别版不会登陆本世代的主机 但维杰或作为付费DLC角色 在12月15号登陆PS4 XBOX ONE以及PC 看更多鬼器5和次世代游戏相关内容 请关注阿杰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